太子因为庶妹 执意与我退婚 京都各家主母都在悄悄议论 太子与她一块长大 不过一招就把未婚妻换成了她妹妹 她肯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大问题 被太子发现了 一夕之间 我从万家仰慕的贵女 变成群疑对象 是啊 我有什么问题 我也在问自己 我娘哭成了泪人 义儿 你自幼与太子青梅竹马 却被一个庶女抢了姻缘 为何呀 太子为何会这样 难道她不知道这样会害了你吗 我也想知道 她为何会这样 我问她 娘 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的 我娘看了看我 哇的一声把哭声抬高 你能有什么问题呀 要容貌有容貌 要品性有品性 要说有问题 也是那太子有问题 不对 问题的根源还在你爹 他怪我爹当年管不住裤裆 搞了个什么玩意儿出来 我爹手足无措 这是太子不要之意 非要之心 夫人 他是太子 我左右不了啊 我娘气地抓花了我爹的脸 又抓把刀 大骂我爹 如果不是你管不住下半身 搞了个庶女出来 怎会让我的义儿处于这样的境地 我爹满怨跑求饶 夫人 夫人 息怒 我定给义儿再寻个好的夫婿 我爹与我娘青梅竹马 感情深厚 相许一生一世一双人 却在一次酒后 迷迷糊糊睡了服饰的丫鬟 事后 他后悔不已 本想瞒着我娘 丫鬟却查出身孕 不得已把他抬了姨娘 因为这个 我娘和我爹差点合理 最后 祖母做主 将姨娘和庶妹送到庄子上 又打了我爹三十大板 才算了了 谁知道 十几年后 远在庄子上的庶妹与太子好上了 我爹说她痛悔不已 她的一个错 不仅伤了夫人的心 还害了女儿 我娘气疯了 说什么都要修夫 我爹苦苦哀求 天天忏悔 我娘不依不饶 天天打闹 半年后 我爹眼看要被逼疯 这时 祖母领来一个老太太 侯府老太君为她孙子求娶一儿 我惊恶 林泽 常年在外征战的林侯业 比我大了将近十岁 杀人无数的武将 为何向我求娶 还是在我名声最坏的时候 想到我便问了 老太君端向了我半天 严肃道 庄之义 丞相嫡女 自幼按照太子妃制培养 贤惠端庄 聪颖善良 是贵女中的贵女 我家孙子林泽 一直心向往之 只是碍于名人有主 不得不退而祝福 如今姑娘没了婚约 林泽第一时间便让我上门 说什么都不能让真正的好姑娘被人抢了 无论如何都要把天下无双的庄之义 迎进自家的门 我的脸发烫 是这样吗 自我退婚 从未有人上门求娶 老太君一上门 就给了我这么高的评价 我看了我娘一眼 她一脸激动 我明了她的意思 对老太君行礼 多谢侯业和老太君抬举 之意愿意 我与林侯业定下了亲事 皇后怒火攻心 晕倒了 皇后与我娘交好 她喜欢我 疼我 太子的做法 差点把她气死 她狠狠抽了他石鞭 可没用 她一直觉得愧疚于我 一直盘算着等待太子对树妹的尽头过了 就把我迎入东宫 先许以侧妃之位 待我生下孩子 定我的儿子为皇太孙 太子妃之位争不来 就保我皇后 太后之位 皇后对我 可谓用心良苦 可是 她等不到了 老太君出手了 相比于皇后的徐徐图之 我选择老太君 即刻就我于漩涡 只见老太太大手一挥 一台台的聘礼就往丞相府里进 一台 两台 三台 查不过来了 我娘揉揉眼睛 问我爹 这是把整个侯府都给搬了过来 我爹比量了下 好像不止 咱府占地比侯府大 可你看 咱府快装不下了 很多人围着这壮观一幕 只见老太君朗声道 看谁敢和我抢一耳 转天 满京城都在说侯府以整府为聘 率先抢下了丞相嫡女庄之义 我的名声意外被逆转 满城传言 庄之义福气大 就是太子妃也没这福气 太子大婚当日 除了太子妃 还有三个贵妾同时入了东宫 皇后亲赐 而入侯府 那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哪 这可不比嫁太子好 我爹装成像摸了摸脑门的汉 这话是皇后放的 对于老太君的求取 我娘是满意的 侯府家风筝 自老太君开始 三代以来 儿郎娶妻 从不那妾 对待妻子 一心一意 家庭和睦 上贤下孝 女子能嫁入侯府 确实是福气 我娘又不太满意 这些年的外敌 都是侯府男子挂帅打跑 现如今四海安稳 代价是 侯府也只剩最后一个男丁 林泽林侯业虽然依然壮年 可也二十五了 战士一平 皇上就赶紧把他调了回来 要他完成繁衍子嗣的重任 侯府得给社稷继续培养能征善战的将军 我娘看了看我的小身板 连连眨眼 要不 娘给你配几个丫鬟 帮你分担下 她最恨与人共事一夫 可想想林泽的壮硕 动摇了 我赶紧点头 作为太子妃培养的重要一项 就是要有容人之量 太子后院的位置不可能空 子嗣与江山同等重要 我能容人 有人分担可是救命 我娘却抽了抽嘴 还是别了 咱不能坏了侯府的规矩 她还是过不了厌恶那关 她拉着我的手反复叮嘱 一耳 多跟着侯爷练练舞 求侯爷多多怜惜 说到最后 声音都丧上了 我只得装坚强安抚她 娘 我尽量活到给您和我爹送终 我娘的眼泪掉了下来 我这就去找你祖母 咱不嫁了 可她看了看围了满府的侍卫 叹了口气 乖乖去给我准备嫁妆 得知我许给侯府后 太子曾几次求见 我爹狠狠地拒绝 太子不死心 某个晚上翻了院墙 来求我爹 要娶我做侧妃 她说她后悔了 她无法放下我和她十几年的情意 我爹吓坏 提上鞋就跑进了宫 直接求到了皇后那儿 皇后拎着鞭子把太子打跑 我娘背后把太子骂得狗血喷头 但她还是问了我 太子后悔了 一耳 要不要再给她一个机会 她咬着牙说 当年 我也给了你爹一个机会 一耳 是可以容许男人犯一次错的 我摇了摇头 太子心性不坚 做事为自 并非良人 我娘叹气 那就还是林则吧 只可惜是个武将 怎会懂得滕西人 林则坚定无比 老太君得知后 急急给林则传了信 林则立刻派了五百侍卫回来 把丞相府围了个严严实实 别说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也出不去了 林则说得清楚 庄之义既已许给我 此生就只会是我的妻 她还专门求了圣旨首期 我看着一群高大健壮的侍卫 哆嗦着问我爹 林则都没见过我 就认准了我 是不是太过草率 我爹感叹 不奇怪 侯府的男人就这样 一儿 你还是命好 三个月后 我忐忑地上了花轿 却被太子当街拦截 他在轿外 求我别嫁 我坐在轿内并不意外 他当初执意退婚时 我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我不知道他如何与树妹相识 但无论发生了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 在那么短的十日内 建立的感情 都很难经受住真正的风吹雨打 更经不起真正婚姻里的考验 喜欢是简单的你和我 但婚姻是你的方方面面和我的方方面面 树妹在庄子长大 纵然有特别的风情 可以让太子迷惑一时 一旦成了夫妻 就是方方面面的磕半 我和太子经年累月建立的那份默契 太子很难再度体会 而那些 却是夫妻长久恩爱的基石 尤其当激情退后 理智回归 曾经渗透到骨子里的旧日情意 会一点点把她拉回 让她醒悟 自己到底干了什么 她伤害了陪伴她十几年的姑娘 而她对那姑娘有很深的感情 她会后悔 很后悔 而那时 已然来不及 是真的来不及 于是我耐心开导她 殿下 咱们回不去了 你回不去了 如今你有妻有妾 妻妾后面连着家族 一个改变牵动太多人 甚至影响到江山社稷 这样的殿下 情债业债累累 我不敢要 我也回不去了 侯府倾全府直立求取 把我于泥潭 这份情我会负着一生 这样的我 是殿下想要回的那个我吗 殿下怀念的是 咱们过去的情谊 是过去那个心里 眼里只有殿下的我 但现在 咱们都不再是过去的人了 只能带着现有 朝前走 殿下 生活的路可以回头 婚嫁的路只能往前 盼望殿下能够通达 太子在教外 沉默了好久 终于 教夫喊着起教 以我对她的了解 回去后 她会更后悔 恨自己 更恨树妹 凡是让她错失我的人 她都会恨 所以 我就不恨了 因为 不关我的事了 眼下 林泽才是我的问题 我攥挤了手帕 成婚前 她曾来过府里 我娘让我偷偷看了一眼 差点把我吓晕 又高又壮 身形可以装下一个半太子 而且 她的皮肤有黑粗糙 与斯文白净的太子很是反差 我努力告诉自己 以后只喜欢黑的 壮的 走完程序后 我和林泽面对面 她问我 嫁我可是心甘情愿 是 那可还有什么遗憾 有 她仰起眉毛 我说 不瞒侯爷 我与太子订婚十几年 却被她退婚 我知道不是我不好 可心里还是不甘 总想求一个原因 你想知道她为何变心 嗯 她说 是因为心里还有她吗 我摇头 不是 只是想知道一个答案 林泽私存了下 若我说 我会帮你找到这个答案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她愿意帮我 她满眼真诚 并非试探 我不由地点头 好 什么事 您说 她表情一松 把宫里教的怎么做太子妃的那套放下 与我学习做个邻家父 放下太子妃那套 可那不是老太君看上我的东西吗 我说了自己的疑问 林泽说 那只是老太君的托词 我更不解 那为何想娶我 你我并不相识 林泽说 早些年 年年入宫 年年都见到你 我和老太君感叹 丞相女儿 真是又活泼又可爱 可这两年 老太君谈起京都之事 最绝可惜的便是庄之义那姑娘 跟在太子身边久了 一点灵气 也没了 我愕然 端庄视为太子妃的首要 她说 我就回想记忆中的你 感觉心疼 老太君便建议 把你娶回来 重新养 我听了觉得很欢喜 原来是这样 当晚 她没和我圆房 我本来是紧张的 她说 知意 今晚咱们就讨论下 怎么建立和保持咱们的感情 好 有意美人兮 见之不忘 一日不见兮 思之如狂 她说 知意 归来后 第一次见你 我就忘不了了 成亲之前 日日都想见到你 喜欢一个人 就是这样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我脸红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她说 知意 我没有曾经 我只有以后 我的以后只有你 你曾有太子 我不求曾经 但是我想求以后 以后你也只有我好不好 山无棱 江水为节 东雷阵阵 下雨雪 天地和 乃敢与君爵 她说 知意 两人相遇不容易 一定要相互珍惜 不是一天 而是天天珍惜 所谓侄子之手 与子偕老 咱俩要好一辈子 那你要遇到 更喜欢的女子 怎么办 与我好 也与他人好吗 她说 一颗心 怎能分成两半 许给你 自会远离 其他一切女子 这是维持感情 长久所必须的 哦 花开勘辙 直虚辙 莫待无花空辙之 她说 知意 两个相爱的人 一定会想身体接触 我爱你容颜 你也试着欣赏我 不要嫌弃我 好不好 不嫌弃的 我生如文啊 因为你也很好看 她于黑暗中握紧了我的手 身无彩凤霜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她说 知意 无论有什么事 咱们一定要说出来 这样 咱俩的心 才能永远在一处 我们两夫妻 在新婚第一夜 聊了一晚 她说 知意 咱们这是第一次正式相处 就从谈恋爱开始 谈恋爱 她问 知意 你对我印象咋样 我答 你外表像个武将 但内心敏感细腻 会那么多绝美诗词 倒像是才子 她展露了笑脸 知意 你真让我惊喜 天以微亮 但不及她眼里的光闪亮 第二天 我以为老太君会怪我 毕竟 我没有完成新媳妇的职责 谁知 老太君拉着我的手关心地问 义儿 听说你前阵子病了很久 是 被退婚后 急火攻心 我一下子就病倒了 我娘求了太医 治了两个月 我才缓了过来 这也是我娘那么恨我爹的原因 她差点失去了我 老太君一听 满脸心疼 她说 义儿 记得 身子永远是第一位的 什么事都不是事 她看了眼林泽 泽儿 以后带着义儿习武吧 好嘞 林泽愉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我没敢反驳 早就听说林家男女 各个善无 接下来的日子 我苦不堪言 林泽一大早 就拉着我出去跑步 她跑得轻松 我喘不过气 迈不动腿 好不容易 绕着廉池跑完两圈 我已经快不能呼吸了 她递给我一壶水 让我慢慢喝 我想求饶 林泽却问我 知意 知道怎么让一个男人 毁到心坎里吗 我求教地看着她 成亲那天 太子当街拦叫的事 她是知道的 她很敏感 她知道 我其实是恨太子的 她告诉我 那就让她永远后悔失去记忆里的姑娘 因为现实里再也找不到了 她爱的姑娘 已变成了她完全无法接受的样子 林泽给我分析过 太子之所以移情别恋 很可能喜欢当英雄的感觉 因为庶妹与我一比 更容易引人怜惜 但靠怜惜支撑起来的感情 长久不了 她早晚会怀念真正的默契 那就让她再也找不到那个与她默契的姑娘 爱而不得 才是对她最狠的惩罚 我默默记下林泽的话 从那天起 练武练得格外有动力 侯府老太君更是每顿都给我布置上好的菜 每道都有助于我长肌肉 我看得头晕 但不耽误往嘴里加 不吃不行 否则跑不动 第三天 回门 我娘看到我 觉得我怪怪的 又说不出来 当然怪了 每天流大量的汗 都没心思查脂抹粉 要不是素颜也好看 我都不敢见人了 我娘把我拽到了一旁问我 怎样 受得住吗 我知道她问啥 直接告诉她 没圆房 为何 我娘满眼疑惑 怕她担忧 我说了这几天的遭遇 她眼神听直了 侯府 这是要把媳妇培养成汉子吗 我想了想 还真是 她说 怪不得侯府男子都疼妻 这是自己手把手交出来的妻 肯定会珍惜 可我腿抖 屁股也疼啊 娘 一个月后 林泽开始教我马步 我觉得不雅 她就蹲到我前面 我只得蹲下 不一会 大汗淋漓 接下来 又教我简单的呼吸吐纳 等我跑步不喘了 她教我简单的拳脚功夫 三个月后 我能吃下一碗肉 老太君看了 眼神一亮 林泽也跟着亮了一下 看着他俩互通眼神 我心里犯嘀咕 接下来 又会让我学啥 我心里暗暗叫苦 我已经天天都在穿俭衫 哪里还有一点贵女的模样 我不想成为女汉子 可 林泽居然叫我拔树 我抱着胳膊粗的树 哭成了泪人 我求她休妻 臣妾做不到啊 林泽不搭理我的哀求 她拽着我来到一棵心种下的树苗前 先拔这个 我抹了把鼻涕 抱着树干摇了好几摇 动了 心中一喜 用出吃奶的力气 小树被我连根拔起 我抱着树 仰天开号 老天爷呀 我变成鲁之身了 一边哭一边乐 对于情绪 我越来越释放自如 太子妃该有的端庄和稳重 一点也没了 画本子里说 花和尚鲁之身倒拔锤杨柳 看时我还笑人家粗鲁 如今我加入粗鲁行列 接下来的日子 我正式进入拔树训练 侯府很大面积种的都是树 我以为是用来美化 现在我才知道 那是用来练人的 时间如汗水 滴滴答答的就过去了 转眼就是年终宫宴 侯府老太君带着林泽和我赴宴 每年 这个时候 皇上皇后兴起 会点几家表演节目 今年 第一个被点的就是我的树妹 皇后对她始终不满意 太子成婚一年有余 后院里的四个女人肚子都没动静 皇后把这事赖在了她头上 树妹跳了一支舞 身体僵硬 四肢不协调 一看就是没学多久 她跳得很卖力 可收获了一众目不忍睹的表情 她在庄子里并没有得到贵女的训练 而掌握这些贵女技能非一时之功 我爹的头捶了下去 我娘和我对视 眼里都是幸灾乐祸 我喝了口茶 内心感叹 一年时间 起码能练个像样点的吧 这是有多不用心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心 全是简姿 不知道太子会怎么样 我好奇地向她看了去 她正盯着我 我赶紧低下头 林泽发觉了我的异常 握住我的手 在我耳边轻声说 别怕 我是有点怕 既怕太子抽风 又怕皇后抽风 皇后挥了挥手 面色不悦 让太子妃退了下去 接下来又点了石将军的嫡女 上来就一段剑舞 英气逼人 很多人都看呆了 我也看得直了眼 若是我 多久能练成这样 林泽又凑到我耳边 这个不实用 咱们不学 哦 了悟 皇后看了皇上一眼 皇上接到信号 当即开口 封石姑娘为太子侧飞 石将军脸上样上喜色 太子没有反对 石姑娘谢恩 树妹的脸立刻霉了血色 身子晃了又晃 我爹头低得更低了 哎 我看着各色菜 接下来就该开宴了 以往我没有胃口 如今看到什么都想吃个精光 皇后开口了 知义 你来个节目吧 我 我诧异 我爹抬起头来 满眼焦虑 他不喜欢树妹 但毕竟是他的女儿 他不希望被我比得太难看 我娘也看向我 眼神里没有鼓励 我懂了 没必要显摆 琴棋书画 样样通 歌舞慈父 样样精 就都不演了 我请皇上皇后以及一众大臣家眷来到了院子里 当着他们的面 拔起了一棵碗口粗的大树 在他们抽气的空当 又拔起了一棵少女腰粗的树 然后 所有人拾化当场 我爹和我娘反复揉眼睛 我对着皇上皇后行礼 皇上皇后 恕臣女粗鲁 但这是我现在最擅长的技能 两人反应不过来 太子走到我跟前 要拉我手 我一把把他耸开 他一个劣气 差点跌倒 满眼不敢置信 林泽赶紧扶住他 臣妻鲁莽 还请殿下恕罪 我如松站立 没一点女性的娇柔 太子不理会林泽 他亮呛地走到我面前 知意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咧开嘴 朗声道 殿下 我是林泽的媳妇 所谓出嫁从夫 他是武夫 嫁给他 自是变成武妇 众目睽睽之下 太子大害 差点跌倒 之前 在他面前 我乖巧温柔 处事何疑 如今 我成了鲁之身 他盯折我 久久不动 林泽在我耳边说 他心里惊涛骇浪 他想要过去 可过去已经永远过去了 我仰了仰嘴角 宴后 庶妹以太子妃的名义 请我去东宫 我看了一眼林泽 他用眼神示意我安心 我去了 心底还存有一丝疑惑 太子到底为何会变心 也许他会给我答案 没想到 他直接上主题 姐姐 你高兴吗 如今我受到报应了 我从你手中抢了太子 如今他心里只想挽回你 除了成婚那会 他找了我们几个 之后再也没塑在我们任何一处 他要为你守真 有些饿 我从他桌子上拿了一个贡梨开垦 这个梨是外邦使臣送来的 普通人家吃不到 只有皇家才有 我大口大口地垦 香甜多斤 正好补充体力 庶妹满眼震惊 姐姐 怎么 我放下梨问她 不可以吃吗 她颤抖着声音 姐姐 你怎能这样 她盯着我的手 梨枝正顺着手缝往下躺 我往衣服上擦了擦 对她说 抱歉 我家林泽就这样吃 我跟她学的 战斗随时打响 没多少时间花费在讲究吃喝上 何况练武一天一身汗 不这样吃 没力气 庶妹悠悠地说 姐姐 太子想挽回你 我啃得更带劲 她急了 姐姐 我扬起手臂把梨盒扔到院子里草丛处 抹了把嘴 开口 那是太子的事 或者说是你们夫妻的事 不关我的事 怎能不关你的事 若是林侯爷知道了 你们夫妻必然产生隔阂 我想了下摇头 不会 林泽只会和我在一起想办法 不会与我隔阂 至于我 我又不是物件 她想扔就扔 想捡回来就捡回来 我扬了扬满是肌肉的胳膊 硬气道 我可是会反抗的 可太子他真的后悔了 她说只要你同意 她就请指让你做太子妃 把我降为妾 树妹极了 脸上毫无血色 我看着她 这是第一次仔细打量她 长得还可以 很有一股楚楚动人的韵味 你找我 是提醒我防着太子 还是帮你出出主意 她犹豫了一下 向我跪了下去 姐姐 请帮帮我 我迟疑了下 把她扶起来 这方面 你比我擅长 我好心提醒 当时我与太子青梅竹马 情义相投 你都能把她抢过去 现在 你只要用同样的招数不就行了 树妹的脸红透到耳根 姐姐 我很羞愧 太子说 当时觉得我和你同是丞相女儿 同爹却如此不同命 你高高在上 我低到尘埃 她觉得我实在是可怜 她因为怜惜才执意要娶我护住我 可如今她说 我吃得穿得用得住的 都比你好 因为我 你又不得不尾身一介五夫 如今真正可怜的是你 不是我 就这样 真相被揭开 我感觉真他妈的不可思议 堂堂一国储君 就因这轰轰烈烈的变心 呼地想到 太子并非皇后亲生 她母妃是御前侍奉的宫女 那个宫女生产后死在冷宫 她不仅仅是想做英雄 她这是心结的投射 把她对她母妃的感情投射到树妹身上了 我想了想 对树妹说 这不难 你想办法 让她觉得还是你更可怜不就行了 更可怜 她若有所思 我起身告辞 来到东宫外 遇到卖糖葫芦的 一直觉得这东西太过甜 不太喜欢 可是林泽却很喜欢 忍不住就去掏钱 想给她带几串 每逢有好东西 她都会笑得像个孩子 我很喜欢看她那样 她对我说爱就要表达 爱 我愣了一下 我这是爱上林泽了 我掏钱 结果钱还没掏出来 有人从侧面拽我的胳膊 我用一只手就把对方抡到我面前 哪里来的登徒子 看着摔倒的人 吓了我好大一跳 马上夹着嗓子说 哎呀 怎么是太子殿下 臣女错了 请殿下宽恕 本躲一边的侍卫赶紧过来把她扶起 太子咬牙 对我说 要宽恕不难 陪我吃顿饭吧 我抬头看了看天 这个点 吃得哪门子饭 不过 吃就吃吧 谁让我摔了人家 我与她来到了旺乡楼 这里是京都最红火的酒楼 每日开到亥时 我点了一点清淡小菜 一碗粥 没点太子的 太子痴痴地看着 他说 知意 把我的也点了 我摸了下鼻子 尴尬道 殿下你爱吃啥 我和小二说 太子满眼震惊 你不记得我爱吃什么了 我摸了摸头 不好意思道 太子殿下 你爱吃什么就直说呗 我一天天练舞 满脑子都是口诀 都是运气 都是用功 琐碎的事情 脑子里装不下了 太子阴了脸 知意 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殿下 我变成什么样子了 林泽教我有话要直说 不要猜 猜来猜去 也猜不明白 太子愣住 好半天 才回过神来 知意 你怎能这样说话 我夹起一颗花生米 放在嘴里嚼 林泽说 这样吃最香 果然很香 咽下去后 我放下筷子 殿下 我说话有什么问题吗 他满目愤怒 你说有没有问题 你现在举止粗鲁 说话直白 态度散漫 哪里还有一点太子妃该有的样子 我抿嘴一朝 过去 我倒是很太子妃 结果怎样 殿下不是嫌弃 把我踹了吗 如今 我已嫁入林府 怎么殿下 希望我在林府摆出太子妃的做派 太子卡了壳 满嘴要指责的话 再也说不出来了 我又加起一粒花生米 殿下 嫁入林府那天 是我最后一天做庄之役 那天 我已经把话给您说开了 那天之后 我只是林家父 抱歉哪 林家父粗鲁 但不好骗 那天 太子回忆了那天 直到那天 我还在为他着想 希望他不要因为一时冲动 毁了自己 那时的我 还是他记忆中的我 他为之后悔的我 温柔得体 知书达理 善解人意 如今的我 他扭了头 因为我端起碗 咕咚咕咚喝起粥来 这让他实在看不下去 知义 你怎么变成这样 怎立莲之心 殿下是不是想说 怎么莲庄之心都不如了 我放下碗 殿下 我就是不如他呀 在我相貌 品性最盛的时候 他勾勾手 您就跟着他走了 殿下 您不用怀疑 我就是不如庄之心 所以 您也不用说什么后悔了 您是会掩食珍珠 早早就发现了我的不堪 不堪入东宫 别说了 太子实在听不下去 打断了我 都怪林泽 我肯定不干 话没说完 和便秘一样 能把人憋死 林泽和我说 管别人怎么想 该说的就得说 我说 殿下 我变成这样 您怪不到林泽头上 嫁给他 我就得改变自己 因为他死了 我得接上 太子妃那套 与我做林家夫人 没有半点用处 太子表情越凝重 她说 是我狭隘了 之意 我不知你日子过得这么沉重 现在修正还来得及 我这就进宫 请指赐你们和离 不再让你受苦 我伸手阻止 殿下 入了林家 虽随时面临生离死别 但是作为林家媳妇 不用与人共事一夫 也不用担心男人变心 我还是挺满足的 太子昼美 你不想与人共事一夫 你自小受的可是太子妃教育 我直言 那是过去 现在我受的是独宠教育 若我想主动给林泽那个妾 那都是违背侯府府训嫁规 与太子妃相比 我还是喜欢做侯府的媳妇 简单是少 能多活不少年 太子沉默 良久 她沉声道 若我遣散后院 一生也指你一人呢 殿下 这是在勾引臣妻吗 我正要拒绝 林泽冷着声音 从望乡楼二楼走了下来 对了 这是林家的九楼 成亲后 林泽转到了我名下 如今 夫君来给撑腰了 我高兴地站起来 走向她 太子的脸黑得能低出莫来 若姑说是呢 那臣只能奏请皇上了 林泽的脸也黑了 太子到底没敢应来 林泽带我回了林府 当晚 我主动拉着林泽圆了房 我以为她会贪恋情势 她却搂着我说 什么东西都有使用次数 人一生心跳一般为二十七到三十九亿次 呼吸七亿次 走两亿多步 男子房氏千余次 过量有损寿命 我听得云里雾里 房氏也要控制次数 她刮了刮我的鼻子 你看看皇上有几个长寿的 全国最好的大夫 厨子都被她弄到宫里 伺候她 为何瘦短? 因为她那里使用太多了 林泽说 我的知义真聪明 损耗了精气神 她深情款款地说 以后咱们也要省着用 既要享受快乐 也要保住寿长 我的脸红透了 她说 得娇妻如此 夫妇何求 娇妻 我抬了抬粗硬的手臂 你管这叫娇妻 她笑 娇妻可不是只身娇体弱的女子 娇妻是男子想放在心里好好疼爱的妻子 不对吧? 娇妻应该指的是靠着男人的妻 我纠正 就像树妹那种 她把我扯到怀里 搂得更紧 咱们不讨论什么是娇妻 之意 你要记住 生活在世上 不要敌视男人 真正强大的女人 不仅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 也可以利用好男人完成梦想 以及让自己过得更舒适 我抽了抽鼻子 可男人也容易变心和背叛 林则说 男人没女人聪明 只要女人保持理智和清醒 想骗女人是很难的 对男人不是都要投入感情 要多发现不同男人的优点 为我所用 你什么意思? 我以为我们在讨论我们之间的事 这怎么还要发现不同男人的优点? 见我恼怒 她按住我就开亲 没几下 就把我亲迷糊了过去 但是自那之后 她真的带我开始识人 我问她 不应该学武 怎么浪费时间在这上面 她说 不是每个敌人都赤裸裸地站在对面 等着你挥刀来砍 更多的敌人会化身各种样貌 潜在你身边 趁你鱼 要你命 我吓得一哆嗦 母亲愚痴 孩子必然愚痴 所以母亲一定要保持清明 才会把孩子教育得清明 我摸了摸肚子 小孩子已经住进来三个多月了 而我的眼 也越发清明 这天 我回了趟丞相府 我娘叫的我 我知道她没什么事 但她反复派人来叫 我只得回去 我正是智慧增长的关键时期 但我爹闹着要自杀 几个月不见 她白了满头 见到我 哭了 执意呀 爹错了 错了 林则说 我爹做事不激进 考虑周全 这样的人很难犯错 我看向我娘 我娘指了指我爹的裤子 哦 裤裆 我爹 我怎么就睡了那个丫鬟 怎么就搞出个庶女 意失足 成千古错呀 原来 我的那个树妹害怕石姑娘入东宫后失宠 不惜给太子下猛药 让太子受了伤 皇后大怒 不仅要费了树妹的太子妃之位 若太子治不好 还要砍我爹的头 皇上本依靠我爹 平时对我爹多有偏袒 但这次 树妹做得太过 我爹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他默许了皇后 我爹说 知意 你去求求老太君 他在皇后那儿能说上话 求皇后饶过爹吧 我赶紧看下我娘 我娘并不慌张 我爹还在哀求 知意 你帮帮爹吧 我说 好 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 我爹来了精神 我缓缓道 你把庄子上的姨娘 东宫里的树妹都杀了 什么 我爹大怒 庄之义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不是真的要杀她们 但需要这样来试探 有些事情 需要揭开了 于是我一字一句道 杀了你的庶女和你的姨娘 我娘惊恶不已 她拉过我的手 一儿 这是怎么了 我看着我这个娘 看似聪明 却是真正的傻子一个 我后退几步 找个椅子坐下 看着我爹 我问道 别装了 爹 你骗了我娘一辈子 以为还能骗到我吗 我爹一愣 脸色阴沉 知意 你在说什么 我缓缓道 爹 承认你喜欢姨娘 承认你在一桩之心 有那么难吗 我娘满眼疑惑 义儿 你在说什么 你爹怎么可能会喜欢庄子里的那位 他怎么可能在一桩之心 你爹对他们不过是责任罢了 怎么可能有感情 我盯着我爹 我爹 闭嘴 每次心虚 他都会闭嘴 我不管他的反应 对着他竖起第一根手指 其一 庄之心给太子下的要是禁药 林泽有意想寻一些 就寻不到 他一个东宫没有根基的女子 如何得到 我娘问我爹 是啊 他怎么得到的 我答 他有个神通广大的 又在乎他的爹 我爹不语 我娘看我 眼神暗了下来 我竖起第二个手指 其二 庄之心长在庄子里 连太子的面都不曾见过 他怎么得知太子难查回来 会露惊庄子 他又恰好晕倒在太子必惊之路上 我娘不可置信 他问我爹 你安排的 我爹拔嘴抿得更紧 我竖起第三个手指 其三 庄之心怎么会知道太子的母妃是公子 他会对他在庄子的孤苦多一份感同身受 我竖起第四个手指 庄之心连庄子都没出过 他怎么会知道用什么要迷惑太子 我看向母亲 竖起第五个手指 庄之心抢了我的姻缘 爹喊着说再给我寻个家序 但他除了庄作愧疚 被您追着打 他什么都不做 他是丞相 我是他嫡女 只要他说一句话 想攀附的男人都会来求取 而他做了什么 他什么都没做 就我于水火的是林府 如今庄之心惹下祸事 他却做妖闹自杀 逼您反复出面 我娘愣着 我盯着他 竖起第六根手指 姨娘并不是您安排的 为何唯独他可以在爹跟前服侍 我娘恍然 他看着我爹 满眼愤怒 你来答 他要他给一个答案 我爹不庄了 冷冷道 庄之意 有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 你自小有你娘护着 有你祖母护着 成亲了 有整个林府护着 你妹妹有什么 她只有我这个爹 我若不为她着想 她怎么活 你别忘了 她也是我的女儿 她这是说给我 也是说给我娘 我娘一脸的不可置信 所以 之意说的都是对的 你真的喜欢那位和她的女儿 我爹甩了甩袖子 对我娘吼道 她也是我的女人 她也给我生了女儿 我娘文言 目字尽列 所以你 一直都在骗我 你说那只是一个错误 实际你一直把她们放在心里 惦记着她们 为她们谋划 甚至不惜伤害我们的义儿 我爹哼道 义儿的事怪不得我 是你善度 容不下她 才导致太子看不下去 出手相助 我娘摇晃着身子 指着我爹 你 你 我爹恼羞成怒 我什么我 我不错了 我娘不再看我爹 转向我 低声哀求 义儿 娘可以跟你走吗 娘想去灵府 我爹急了 去什么灵府 这里是你的家 为了照顾你的感受 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在庄子上 你还想怎样 我娘只看我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娘跟着我回了灵府 她说要与我爹合理 我不知怎么应对 灵则握住我的手 知意 我转向她 满目茫然 灵则 你说为何我爹有了我娘 她还不满足 还要睡个丫鬟 灵则说 知意 我不知道 人心的复杂性 实在难以想象 不过 我知道 像你爹这样的人 不在少数 比你爹复杂的人 更多 我爹会后悔吗 大多数都会 因为他对娘的情谊很深 娘不要她了 她就该往回追了 就像太子 差不多 为何他们都无法从一而终 灵则挠了挠头 在灵家 会从小训练孩子专心 对功课专心 对学武专心 对杀敌专心 对媳妇专心 我不知道他们为何会不专心 是因为未曾受过这样的训练 是的 老太君走了过来 我娘跟在她身后 老太君说 义儿 你娘说她以后也要学倒拔锤杨柳 你把药领交给她 娘 她面色好了很多 不过与老太君待了半天的功夫 我娘说 义儿 林府养人 林则赞同 她说 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 女子要没有点应本领 降不住心猿一马的男人 老太君纠正 你岳母是为了自己学 她可不是为了降服男人 我娘点头 是 我要把身子练强 把庄丞相打成狗 哦 好吧 就像林则判断的一样 我爹后悔了 真的悔了 她来林府数次 求我娘回去 我娘都不见 我爹求到皇上那里 皇上召去林则问话 林则前脚走 老太君后脚就去找了皇后 皇后一听 我与太子园分散了 是我爹搞的鬼 她披散着头发跑到御书房 要与我爹拼命 皇上吓坏 再也不敢提帮我爹 因为愧疚 对皇后各种哄 皇后不理 祖母知道后 打了我爹 又亲自来接我娘 我娘还是不见 三个月后 见我娘丝毫不动摇 皇上主动下了和离圣旨 自此 我娘和我爹散了 我和林则去丞相府 把嫁妆都拉到了林府 入了我的私库 我爹再也没了那日的硬气 他善善地跟在我和林则身后 祖母在旁边说和 我和林则一声不吭 我爹很惨的 皇后恨我爹 但最恨我爹的是太子 他一直修书 把庄之心送回了庄子 还警告我爹 尽早置事 我爹怂了 他这次 才意识到 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到底会招致了什么样的灾难 祖母见他就骂他 打他 被他害得最惨的 就是庄之心母女 本来凭借丞相庶女的身份 可以谋个小官做夫君 再凭借我爹 以及我的身份 可以保他一生安稳 可就因为我爹的撕心作祟 母女俩这回彻底要在庄子里孤老 我爹求我在他死后 能照应下那母女 他说 亦儿 总归是爹的错 我没有答应 爹 照顾他们 就是伤害我娘 我娘与他们之间 我自是选择我娘 我爹地求 不是他们 是替爹尽下责任 我仍没有答应 没有不同 爹和娘 我选娘 看我说不通 她看向林泽 林女婿 请你 林泽白首 您是想在我身上重演太子悲剧吗 我不是太子 我心中只有知意 他人怎样 与我无关 我爹无语凝掖 太子知道后 摔了满地的茶碗 我爹背后抱怨林泽 都是他给了装之意胆子和脑子 否则怎会让我家破人亡 他家破了 人也确实亡了 树妹被修后 忘不了太子 日日烦闷 甘气欲结 很快就死了 姨娘失了唯一的女儿 不久也跟了去 祖母知道后 叹了口气 我去看她 她说 都是你爹造的孽 我好奇 我爹那时明明深爱我娘 也许诺我娘一生一世一双人 为何还会对姨娘有了心思 祖母却一点不稀奇 一生一世一双人这事 你娘是认真的 但你爹并没当真 她以为女人哄哄 生了孩子就会死心塌地 从未把这是真当回事 她也不是对那丫鬟有多喜欢 只是看着顺眼 地位低 拿她试探你娘 若你娘瘦了 她就会大张旗鼓地 那妾 没想到你娘来真的 说什么都要修了她 她才怕了 只是怕得不彻底 心存侥幸 最终害了所有人 祖母说到这里 抬眼看我 你家林泽 你要看好 男人都一样 死了才会老实 恰逢林泽过来 我为答话 她接上了 祖母 男人并不都一样 您可不能给知义灌输错误思想 让知义忐忑 老太君也来了 她把拐杖煮得光光想 她祖母 话可不能这么说 男人她也是从孩子长大的 只要好好教 大了 她就坏不了 守诺专心都是教出来的 训练出来的 只要家教到位 男子长大了 不会三心二意 祖母张了张嘴 没能说出不同意的话 实在是老太君的所有儿女 个个都没我爹的问题 一个是巧合 个个都不是那就能说明问题了 他们在战场上一心杀敌 下战场后一心对待家里 虽然都战死了 但个个都曾官至将军 受到的诱惑极多 可没一个背叛妻子的 皇后听说后陷入了反思 太子垂胸顿足 不久 石将军的女儿入了东宫 从侧妃升为太子妃 她为人刚正不恶 太子很怕她 她找机会又截住我一次 满眼熄悸 我对她说 殿下 娶妻娶嫌 娶妆之心难会 你每天都陷入情情爱爱中 天天想着到底是喜欢这个 还是那个 认为喜欢的是我后 就天天想着怎么追回我 没有一点储君的养 如今娶了石姑娘 你开始把心思放在国家治理上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回您取对了呀 石将军家有很好的家教 可是之意 我并不爱他 在他身上 我也体会不到被爱 我大手一挥 得得得 你一个储君 谈什么情爱 你管自己叫姑 什么是姑 那就是姑家寡人啊 你身居高位 装得应是天下黎民百姓 爱得应是这天下所有的人 太子眼里的光彻底熄了 番外 我生了个女儿 我娘欢喜 知意 与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粉雕欲拙 女儿小名叫芝麻 林泽给她请了师傅 也亲自教 她不习武功 只喜读书 嘴巴尤其厉害 七岁时 全府没人能辨得过她 在她之后 我再未有过身孕 我娘担忧 她说 林泽会不会因为想要儿子 偷偷养外事 被我女儿听到 她反驳 外祖母 您说的那是别人的爹 不可能是我爹 我娘惊异 你这么相信你爹 女儿还以诧异 这是自然 难道您不知道当爹的与当爹的区别吗 智力的差别 智力够的 就像我爹 智力不够的 就像别人的爹 他们的区别是 智力够的成熟 不会犯智力不够的错 我娘蒙了 她看向我 问道 你爹变心是因为脑子不够用吗 我不言 我爹官智丞相 哪里是脑子不够用 不过是无德罢了 不过 我倒是宁愿让林泽的说法到处传播 听说 现在京都的男人 凡是以一双人为事娶妻的 都不敢看妻子以外的女人 怕被戴上脑子不够用的帽子 进而影响仕途 太子已经继位 林泽说 再没有比他更敬业的皇上了 他感叹道 男人哪 心中无碍自然神 我听了一笑 我听了一笑